当雷杰多奥特曼碰到赛罗奥特曼 谁强谁弱 一边是存在于传说中的战士 雷杰多 一边是新生代的最强扛把子 赛罗奥特曼 支持雷杰多奥特曼的评论留言 火花传说 宇宙之巅 这是赛罗奥特曼的评论留言 最强战神 我为第一 两者同样都是奥特一族的顶尖战力 到底谁更强 我们先来看雷杰多 雷杰多是在被千兆恩多拉击败后 两个奥特曼胸前的彩色基石器 在光芒中融合而成的奥特战士 被宇宙预言家德拉西翁称为传说中的战士 远古官方的设定就是 当宇宙中两股强大的力量相聚之时 传说中的神就会降临 合体之后就会展现他真正的身姿 小金人和其强大 多次挑衅重奥 但重奥都却没有办法将他战杀 而雷杰多随意的蓄力一击 就能够将小金人夹得逃之夭夭 再看另一边的赛罗 赛罗光从形态上的设定就显得特别霸气 且自身含有的形态 就不是雷杰多可以比拟的 纠集赛罗 光辉赛罗 超线赛罗 和纠集光辉赛罗 其中随意一种的形态拿出来 都是其他奥特曼无法超越的 不仅具备着次元宇宙级别的光之能量 同时有着逆转时空的神秘伟力 那么当雷杰的奥特曼碰到赛罗奥特曼 到底谁更强 根据以上男神对比的结果 两者的战力都是接近一天的存在 普通的拳打小踢早已不能分出胜负 但抛开一切来讲的话 赛罗现阶段还排在神秘四奥之下 毕竟你赛罗再强 始终还没位列神秘四奥阵营 但以目前的表现 赛罗迟早会晋级神秘第五奥 所以对于这场比拼 雷杰多要略胜一筹 感谢小伙伴 点赞关注 男神风学院 下期更有趣